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和大家看過大陸案件 這單案件我看完覺得非常有趣 為什麼呢?大陸一個男人去到女朋友家 發現有個陌生男人出現在女朋友睡房 懷疑女朋友出軌,於是報警 舉報兩個人賣淫嫖娼和拍下寫整個過程 在影片中,這個男人去到女朋友家 遇到女朋友和另一個陌生男人獨處 而這個女人當時穿著睡袍 陌生男人雖然衣著整齊,但只有一隻腳有穿鞋 另一隻腳只穿一雙襪 而這個男朋友不停質問這個沒有穿鞋的男人到底是誰 但女人沒有再解釋陌生男人的身份 然後不停擾頭擾耳,來回度布想躲避鏡頭 嘴裏面不停說 遇到你這個男人太倒霉了,好黑啊 為什麼要這樣對他呢? 不停後悔跟了這個男朋友 男人更迫問為什麼你賣淫嫖娼 那女人拒絕承認,於是就是僵持著 而陌生男人就在旁邊不出聲 而之後男人就把女朋友和陌生男人困在浴室 都不可以說困的,就塞住他們不讓他們走 由個男人口裏面得知 他已經是以賣淫嫖娼的罪名報警 還要等警察到現場處理 然後這個男人就拿著手機對著男人說 說你沒走啊,現在我報警的啦 女人本來想搶那部手機的 然後還求男朋友,求他放他走 說兩個人私底下解決 其實為什麼會用這個名義去報警呢? 其實如果捉姦的話 因為你又不是夫妻、男女朋友 警方是不會受理的 但是如果你有賣淫,有沒有結婚 警察都是要管賣一份的 無論如何都會帶回警局審一輪 反正的侮辱性很強 原來這件事還有後續 事後影片裏面的女人承認 和陌生男人是炮友關係 根據女人的說法,說她和男朋友 兩個月前就在泰國已經分手了 不明白為什麼要上門這樣對她 這個女人就開始崩潰大喊 說不想說,你要弄死我可以的我認 最多就去坐牢 就說認識到你 是衰足八勢,受不住自己去蹲牢 而男人就提到說,你不要裝委屈了 我們說的是法律 仍然堅持兩個人賣淫嫖娼 所以我才說這一個新聞是非常離奇 如果這個男人是和他分手的話 其實女人做些什麼都不關她的事 如果最後那個消息是真確的話 其實是等於騷擾人的 是一個報復行為來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